18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承包机离开北京 应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政府邀请 赴德国举行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 并对德进行正式访问 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并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吴正龙等陪同人员同机离京 当地时间18号晚 李强乘坐的包机抵达柏林博兰登堡机场 德国政府代表和中国驻德国大使吴肯等 到机场迎接 李强表示 德国是我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后 首次出访的第一站 这将是一次传承友谊之旅 深化合作之旅 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施泰因麦尔总统 就两国建交50周年护制贺电并通电话 为双边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 近年来 中德关系始终稳步向前 双方在经贸 科技 人文 绿色等领域合作 不断取得新成果 李强指出 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 是两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的首次全面对接 中方愿本人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互利共赢的原则 同德方坦诚深入交流 深挖合作潜力 充实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为维护国际产工链稳定 和世界和平繁荣 发出积极有利信号 李强强调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越是在变乱交织的时代 越需要中德两国人民发扬友好传统 加强交流合作 凝聚智慧 克服挑战 抓住机遇 中方愿同德方一道 按照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推动中德关系实现新发展 访德期间 李强将会见德国总统施泰因·麦尔 同舒尔茨总理 共同主持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 并出席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 和中德企业家圆桌会